另外看到SBO超級籃球聯賽 衛冕軍蒲原本季例行賽事戰績第一 總教練徐靖哲恩也再度獲勝為年度最佳教練個人第六度獲獎了 他的蒲原子弟兵兒在季後賽第二輪首戰被玉龍絕殺之後 今天一開賽就加強防守 中場也以93比83獲勝頒評系列賽 前一天玉龍絕殺蒲原 讓衛冕軍在季後賽第一次出擊就屯下敗仗 想要完成四連霸圖原第二戰一開賽就加強防守 想要從命中率上找到勝利的關鍵 昨天其實有兩個狀況 第一他們很準第二我們非常不準 那如何今天能夠讓他是不一樣的結果 當然我們防守特別交代我們的風險不能幫太多 再來就是我們在交代我們自己的射手能夠放開來打 教練的叮嚀球員算是聽進去了 圖原後衛彭俊燕這個晚上三番線上出手 八頭五中有如神助攻下二十幾分全場最高 是蒲原獲勝的關鍵人物 不過蒲原雖然加強防守 一度在上半場取得二十分的超前 但是玉龍在下半場也一度把比分 拉近到個位數的差距 讓比賽的勝負還是充滿變數 撇開昨天最後那0.5秒 整場球我們都打得不好 所有數據都落後於玉龍 所以我覺得就所有的數據來講 我們輸球是應該的 那如何能夠在今天把所有的數據 再要了回來 然後也能夠把勝場數要回來才最重要 還好蒲原在關鍵時刻守住領先 最終以93比83擊敗玉龍 把系列賽搬成1比1的平手 而教練關心的數據 蒲原除了罰球稍微不理想 其餘在籃板助攻方面都搖搖領先對手 也是比賽勝負的一大關鍵 六點TV 金子湘 台北報導 六點TV 金子湘